对,我们刚刚说的反手的搓球啊,除了我们脚下的上位啊,除了我们脚下的上位,还有就是我们在搓球的时候啊,你想搓的转啊,你想搓的转,你想搓的这个力量有,速度也有,迷惑性也有,你就不能说我在搓长球的时候,我这个手,看,引得这么开,对不对? 那么我搓短球的时候,我就放这么低,那么大家肯定,你对面,他就站一个不会的,他也能知道,哦,你要发力了,那你发力这个球,他一定是搓长的,对不对?那你这个手放在台子里面一点,他就一定会觉得,哦,你这个球你要搓短了,是不是?啊,他也是知道的啊,所以说呢,我们在搓球的时候啊,一定要,一定要注意啊,就是无论长短,首先我们这个球是在近台,球拍啊,是在, 跟随我们身体上来的这个过程当中,他就已经引好拍了,不是说,我球来了,我才去引拍,而是说,我已经在这里准备好了,看见了吗?已经准备好了,球一来,我是可以直接出手的啊,这是我们的脚下加引拍, 那么在出手的时候,那么在出手的时候,我们是前臂以及手指,看见了吗?手指还有我们的手腕啊,三个位置,同时在前臂瞬间发力的图时,进行抓板,大拇指呢,要多用一点力,然后手指手腕看,这个角度, 这一点力就完全够了,这是我们手上用的力量,能明白吗?刚刚我们一会儿呢,也会讲到,身体在搓球的时候,怎么样去配合上我们手指的力量,使这个球啊,力量最大化,怎么去劈长,怎么去进行一个短球的控制,好不好啊? 所以球们,我们刚刚进行了一下复习啊,点赞,还是没到,我们快点点赞吧,好不好啊,先点点赞啊,就是大家可以点一点自己的屏幕,那个每点关注的啊,我们的左上角,可以点一点关注啊,每点关注的球呢,我们左上角,可以点点关注啊 好,来,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啊,如果你单单只是有腿上的力量,有手上的力量,那么这个力量还不够,你看,我没有用上身体的力量的时候,你会发现,你看,总感觉 是不是,是不是,你看,对不对,是不是,你总会感觉,诶,少了点什么,这个身体的力量,怎么没有用上力气,对不对啊,大家来看一下,是不是啊,刚刚是横拍,你看直拍,我没有身体,没球了 你看啊,你看啊,我没有身体的话呢,你就会感觉,少了一点什么,对不对,你看,我没有身体,你就会感觉,好像,总是缺少点什么,对不对,看,是不是,没有身体的话,总会感觉缺少点什么, 好,那么这个身体的力量,怎么来加,大家来看一下啊,就我们刚过来的球员,我们可以点一点关注啊,没点关注的球,我们可以点点关注啊,然后呢,大家把赞点一点啊,然后呢,我们在搓球的时候,大家来看,其实,搓球也是需要用到这个身体的,但是这个身体怎么去用,大家来看, 我在正常打反手攻球的情况下,你会发现,我的这个身体好像没有太像下,但是,大家来看,我在搓球的时候,是不是,我的这个身体明显会比我在打反手攻球的时候,下降很多,为什么,首先第一点,是因为搓球的时候啊,搓球的时候,球很低,对不对,你也没见过哪个人在打攻球的时候,这个球这么低,它一定会漏掉,是不是,所以说,第一,搓球的时候,球很低,对不对,你也没见过哪个人在打攻球的时候,这个球这么低,它一定会漏掉,是不是,所以说,第一, 搓球的时候,球很低,并且呢,它是在台内的,啊,所以说呢,第二点,当你在发力的时候,如果说,你单靠手的发力去,变直线斜线长短的话呢,这个手,它是会有,看,不太稳定,所以说呢,我们更多的力气,其实还是放在身体,所以说,我们在发力的时候,这个身体,应该怎么去发力,大家来看, 其实我在搓球的时候,看见我的右边的身体了吗,看啊,是不是,尤其是右边的身体,以及肩膀,我其实是会更多的,出来一点,其实这个感觉就是,你边向下压,你的身体,边向前,看,边向你的前下方去趴,能明白吗,再来看啊,边向你的前下方,有点去压着这个球, 看,这是我们,这才是我们身体的作用,它是最关键的,就是说,你哪怕现在,你的手上用不上力气,但是,你看,我的手上现在是一点力气都没有,但是,你的身体,看, 看,看见了吗,看见了吗,看见我的身体了吗,只要你的身体有力气的话,看,这一点,你只要能够,能有力气的话,那么,其实你这个搓球不会差啊, 它只是可能没有多大旋转,但是你的这个搓球,无论是摆短,还是说你在劈场,你的这个搓球都不会差,那么,这个力气有点什么感觉, 大家可以啊,可以去找一下,看,反手推挡,我们是不是之前说过,反手推挡的时候是,手,你看,在身体的侧方位,然后,身体,后,看见了吗,我在,推挡的时候, 右肩,持拍手啊,持拍手,会向前,对不对,那么,同样的,你在搓球的时候, 你看,你的持拍手,这边肩膀,会不会向前,尤其是在搓直线的时候,那么,很多人直线搓不过去, 就是因为你没有身体,你只是这样,这么去搓,看见了吗,你是有身体的, 弦线,直线,看见了吗,这个时候,你有了身体, 再加上手上的三点的力量,同时,你的这个搓球,真的,呃,绝对是不亚于我们的这种专业的球员, 所以说,搓球呢,非常好练,那么,大家来,再看一下啊, 我们加上身体的搓球,是什么样子的,来,我们先来问一下球友们,啊, 我们的这个,加上身体的这个感觉,你现在怎么样,大家能够,能够了解了吗, 就是这个身体,啊,这个身体,它就是有点像前下方,去趴,去压着的感觉, 看见了吗,啊,向前下方,去趴,去压着的感觉, 嗯,有一点,大家来看,啊,我们在搓球的时候,啊, 我们在这个反手位,短球,搓球的时候,这个,左边的这个右腿,啊, 左,左,左边右腿,我们左腿啊,它是,脚后跟一定是微抬的, 就是你只要手跟身体向前出的时候,你会感觉你的力量,基本上都是在右腿上, 能明白吗,就是你只要向前一搓,你就感觉到这个力量是在右腿上的, 然后你回来,那时候过渡到左腿,然后还原,啊,它是一体的, 看见了吗,就是你回来,哎,这个脚,你可能踩一下, 然后这个右脚就回来了,啊,你也可以说不踩,我把中心向后移, 然后这个右腿,你看,我就顺势回来了,就是回来比较简单, 主要就是上去的这一步,啊,来,去我们问一下, 嗯,上身很满意,就是插个国旗标, 这个国旗平静姐姐,嗯,平静姐姐,这个国旗标真的游不了, 你可以考虑再买一件,好不好,可以考虑再买一件,啊, 就是有个替换也挺好的,啊,可以考虑再买一件,嗯, 可以考虑再买一件,好不好,啊,平静姐姐, 因为它是有带国旗的款,也有不带国旗的款,啊, 好,来,球友们,我问一下,嗯,我问一下,拍子好炫, 去小黄车的一号链接去购买,啊,来问一下,球友们, 这个加上身体的力量,看见了吗,加上身体的力量, 你们现在怎么样,能够感觉到吗,能够感觉到吗, 球友们,你们再加上身体的力量,啊, 就是把我们刚刚前面说的腿下,以及你的手,以及你的身体,啊, 就是我们全身的力量,看,出手这一下,看,都加上能够感觉到吗, 就是这一点,啊,稍稍有一点难,好不好,啊, 好,我们来看一下,我们来看一下,嗯,平静姐姐,啊,有问题呢, 先找一下我们的这个管理员,啊,我先来讲课,一会儿回答您的问题, 好,大家来看一下,啊,我们在如果说我只动手,是不是,看, 只动手,我可能是这个样子的,看见了吗,会感觉身体有点僵硬, 对不对,只有手在用力,好,来看一下,我加上身体的用力,看,出手,看,出手, 身体向前下方,给一点,看见了吗,看,看,是不是, 就是这个时候,其实要比我单单的去用我们的手挫, 它第一会稳很多,第二,这个质量会非常的好, 能明白吗,就是无论你是白短还是劈长, 你的脚下以及你的身体的力量,它都是要有的, 大家来看一下,这是劈长,啊,你看,我在劈长, 我的身体可能往前下方,看,看见了吗,往前,看,往前, 送的更多,看,我的身体可能会往前送的更多, 但是呢,我在白短的时候,这个身体可能送的小一点, 少一点,啊,大家来看,看,看见了吗,看,看见了吗, 就是我的身体同样也是要往前,但是我可能,看, 送的稍微的小一点,啊,这是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作用, 那么那到底说,哎,我想白短和劈长, 这个手上要怎么去区分, 其实白短就是我们在身体,不是,劈长的时候, 我们是身体带着我们的手稍微的多往前送一点, 那么白短我们刚刚说了,身体稍微小一点, 但是我们的手,你看,点着一下,大家来看,啊, 我们的手点一下球就可以了,看,点一下球, 看见了吗,点一下球,这个球它就很好搓了,啊, 就是你的这个手指手腕,看,去点一下球,点一下球,啊, 那么长,点一下球,啊,就是你只要点这一下球就可以了, 所以说,在动作,在身体与脚下都不变的时候,啊, 我们的手是,它是有一点区分的, 就是长球可能稍微的手多往前一点跟随我们的身体, 那么短球呢,我就是多点一下, 向下点一下就完全可以了, 这个是一个区分啊, 而不是说,嗯,长,就是我只劈长白短,啊, 是用我们的手区分,大家能明白吗,嗯, 对,就是多练就可以了,啊,就是多练就可以了, 大家怎么样,今天的这个,能明白吗,嗯, 讲起来正手,今天的内容啊,是反手搓球啊, 来得太晚了,这个用户八九五啊, 嗯,您,啊,好吧,来,来,回答一下啊, 我们先把这个今天的这个反手搓球回答一下啊, 平静姐姐稍微等一会儿啊,一会儿回复您,嗯, 怎么样,今天的反手搓球现在明白了吗, 就是它的这个搓球啊,不是说你只要这个手啊, 不是说你只要这个手,你看,我动了就行了, 也不是说我这个腿动了就行了,而是说怎么样, 来来看,看见了吗,出手,对不对, 你看,出手的时候,我的这个身体, 看,直线,斜线,我的这个身体是要动的, 不是说我这个身体是就这样,球一来我就伸手去搓啊, 不是的,而是说上步啊, 看,这个感觉,这个身体就, 有没有这种感觉,你看啊, 就是和我们的反手推挡, 是不是,推挡的时候,我这个身体要不要动, 要动,对不对,你看我搓球的时候, 是不是,身体要不要动, 也要动,去找这个感觉, 就可以了,啊, 相机头条,身体今天是不是明白了, 嗯, 每天晚上的六点,今天早了一点, 好,大家如果今天的这个明白的话, 我们打一波666好不好,啊, 步法离球近一点, 对,这个步法啊, 步法呢,步法与身体一定要离球近一点啊, 就比如说这个球在这儿, 你的步法,看见了吗,是踩住球的, 这球在这儿,我脚动,要踩住球, 如果你说这个球在这儿, 我这么去搓,大家觉得行不行, 不太行,对不对啊, 所以说这个搓球,大家看着怪简单, 但是呢,一定要认真的练, 好不好, 一定要,